金曲新人王大陸歌手李榮浩 在台北舉辦首場簽唱會 演唱兩首新歌 台下歌迷聽得如痴如醉 李榮浩相隔一年推出第二張新專輯 迅速攻占各大排行榜 簽唱會上他拿著唱片公司 送上的大型K歌本和遙控器 搞笑幫歌迷點歌 現場瞬間變成KTV包廂 自己在寫歌的時候盡量 希望我的歌詞裡面是比較 通俗易懂或更像白話一點的 我覺得可能大家去KTV 是想說一說話 而不是說更多的時間 特別嚴肅地再唱一首歌 我覺得可能是產生了 這樣的共鳴 李榮浩去年拿下金曲新人獎後 身世看掌 被問到是否有信心 角逐今年的金曲男歌手 他表示入圍就是得獎 平常心看待 我覺得金曲對每一個音樂人來說 可以入圍就是得獎 我覺得不管我到什麼時候 如果能夠入圍我已經很開心了 至於後面什麼獎項目前沒有想過 至於外界關注的感情狀態 李榮浩坦言因為工作關係 去年和女友分手後一直是單身狀態 接下來的情人節可能只會在工作中度過 主要是記者紅黃均監獄旗 台北報導 李榮浩坦言 你不給我 Chief 我喜歡看 你不 jako 他妈 配いう 也要 那 有